你看这么长的菜它都特别的嫩的 吃的一点都不影响口感 像这样的就是准备给大家发走的 这都是精挑细选的 特别的好 一对比就出来了 是不是 这是我自己家吃的 不要误会 其实这样特别的好吃 有愿意吃长的有愿意吃短的 包饺子吃特别好 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长的 长点就丑的不好看 这就是不好看 其实什么都 但是吃一点都不影响口感 而且还有嚼头 你看这根 你就都浪费了 其实这个都是嫩的 我知道 是不是省了什么了吗 省了卷了是吧 直接把它整一下就行 看有的像这种根 因为有的是我们割的 你看它都发黑了 所以给它卷一下的 看着也好 对这就完事了 吃之前一定要用水焯一下 焯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焯上黄蜗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一下变绿了 而且味道也出来了 特别的绿 一下就变绿了 不要焯大劲了 焯大劲就不好了 两三分钟就可以 这锅要让我整小了 好香 黄蜗味 清香味 但是呢 得多洗几遍 因为在山上采回来呢 它会有这种 有这种 小黑芒芒 这个是正常的 洗两遍就没有了 小黑芒芒 洗两遍 焯完之后也得要头两遍 不头不行 它有这个小黑芒芒 这个芒芒是正常的 对正常的 它也能没有这个动物 两三分钟 开一下就完事了 已经焯完了 已经洗干净了 焯完之后变得特别的绿啊 这样就可以了 炒肉啊 或者包饺子 拌凉菜 直接就可以了啊 那个 包饺子的时候 就给它剁成馅 钻干 跟肉馅 和在一起就行了 如果要是炒肉的话呢 把肉炒一会儿 把它直接下锅里 稍微少添一点点的水 稍微小炖一下 就可以了 特别的好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每年的时候 我都会储存好多好多 放在冰柜里头冻上 留着冬天吃 馅子我已经和好了 和馅的时候 一定要多放点油啊 因为山野菜比较吃油 这样都闻到香味了 有没有食欲 我们这边今天下雨了啊 抱的连的好几天都有雨 上不了山 我这今天就来了 给它包点饺子吃 快生了 馋了 我说那我正好采了菜 我就给它拿点过来吧 一会儿就开始包 这个面货的时候呢 放个鸡蛋清里面啊 这样面特别的筋道 吃的饺子口感也比较好 这一点饺子已经包好了 现在就等下锅了 怎么样 今天怎么化妆了呢 今天怎么化妆了呢 手手手手上 这样我都会有点小 给姐先煮点 姐馋了 孕妇危险呢 关键现在 好吃吗 好吃 这样 是不是香 你多吃点啊 好 剩下之后你拿回家 我再给你裁一点 好吃吗 嗯 香不香 这个时候啊 吃点山野菜一下的饺子啊 真是 太好吃了 嗯 再对点这个料 嗯 吃烫油 姐你多吃点啊 嗯 多吃点 晚你要再愿意吃 你告诉我 我再给你 上上给你多采点 我给你留点 嗯 吃吧 这不感觉 今天我们这边下雨啊 抱了连的两天啊 都有雨 完了我姐说 她想吃山野菜 想包点饺子 我说那正好呢 我就回来吧 我就回现场了 嗯 把昨天采的山野菜 给我姐拿来了 一家人包点饺子吃 嗯 这回大家知道了 嗯 包饺子怎么吃了吧 嗯 还有所有的山野菜啊 都吃之前 一定要用水焯一下之后 或者是炒肉啊 包饺子 拌凉菜之后再吃啊 千万别忘了 一定要用水 焯一下 嗯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嗯 明天晴天之后 我们就会上山了 陆续就会给大家 全都发走啊 边采边发 拜拜